6月13日,導演袁劍偉和主演林佳欣、湯兒等出席電影《死因無可疑》發佈會 為了這個新角色,佳欣挑戰很大,因為她在電影中飾演的沈志玲是個患有弱視、不收蝙蝠、行動不變、體型偏肥的中年女賭徒 尤其有個突出的胃腩,所以她一個月增肥10磅,更三個月沒有染髮,露出自己真的白頭髮 拍攝時,她為了演出視線瘦的感覺,還特地配戴上一隻比5元硬幣更大的特製隱形眼鏡 並在腳骨綁上5磅啞鈴,來演出角色,可謂用心良苦 而在電影中飾演賭徒的佳欣,原來在真實生活中從不尖倒,甚至從未踏足過賭場 其實應該是這部電影我最害怕的兩個場口,因為我沒有這樣的經驗 我這麼大都沒有去過賭廳,所以導演和劇組在拍攝前 就帶了澳門去5個分別不同的Casino去看 還特地選下午,因為多家庭主婦,多家庭主婦,多家庭主婦 她賭完就若無其事,回家繼續煮飯,先生未必知道 她看這個狀態,對我來說是很多錢在我的袋子裡 因為實在是另一個我不認識的世界,所以我覺得是很幫助這個角色 為了體驗賭徒心態,佳欣近親自下場試玩 人生第一次的賭桌經驗,結果她是被人罵 導演說你要上賭桌,我說,蛤?不是來觀摩而已 我有點裝扮,後來上賭桌,馬上被賭官罵 我這麼大女兒,沒試過被人罵 所以我覺得有點面紅 有一點嗎? 這麼多人都要做導演嗎? 沒有,怎麼會投票導演? 沒有,沒有 我覺得她也是很想打破我既有的 對觀眾既有的,好媽媽好妻子 她覺得作為一個演員,應該是豁出你的安全感 安全的範圍